今天我们来做鳄椒核桃枣糕 首先我们提前两天把鳄椒拆开 浸泡在黄酒里头 黄酒的作用呢 第一个是去腥 二者呢可以增加它的功效 然后可以延长保存期 好我们让它浸泡两天 两天后我们再回来做 好两天后我们回来看 这个鳄椒它仍旧还有一部分没有融化的 不过没有关系 待会我们煮它就可以煮开了 今天我们会用到核桃 红枣 红枣 如果你加到红枣是很硬的那种 我建议做成枣泥再做 像我今天这个红枣是非常软的 所以洗干净晾干就可以了 还有黑芝麻 枸杞 冰糖 和干的玫瑰花瓣 还有黄油 用料的多少请看屏幕上面 核桃和芝麻 我们要事先给它炒熟 或者烤熟都可以的 今天我就用炒的方法 好现在我们把鳄椒和冰糖一起放入锅中 小火慢慢给它煮开 因为冰糖还有一些大粒的 它也是需要时间融化的 当融化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加入黄油 慢慢的熬制 当锅里全部起大泡 而且出现这种挂齐的现象 就说明 鳄椒熬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放料 首先我们放红枣 翻拌均匀 加入炒好的核桃 然后翻拌 这个时候因为鳄椒很粘稠 锅底很容易糊锅 所以要打到最小的火 或者干脆把火关掉 然后进行翻拌 防止锅底糊 最后我们倒入芝麻 芝麻可以分吃分辟的夹进去 直到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 我们把它倒入盘中 盘底事先铺好烘焙纸 以防粘连 然后我们取另外一张烘焙纸 表面刷上油 以防粘连 把鳄椒糕的表面压平 可以借助工具 我用擀面杖把它擀平 然后趁它还是热和黏的时候 撒上玫瑰花瓣 这样我们就让它放在边上 切成大约相等的距离 然后切片 在板上薄薄的撒上一层炒熟的面粉 这样就不会粘住你的板了 切完后我们用糯米纸每一块给它包好 以防相互之间粘连 然后放在盒中 放入冰箱 随吃随取 这样我们以漂亮又好看又好吃的 鳄椒糕就做好啦 就出面了 噢 嗯 嗯